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它正在这个衣服的表面 热这个蓝色的热风条 这个工序很重要 这个工序决定了 因为我们的布料都是防水的 防水透气的 那接缝的地方就要把热风条封起来 这样子水就不会从接缝的地方漏进去 在上飞制衣的生产车间里 几十名工人正埋头操作 陈耿介绍 一套防护服需要几十道工序 其中最关键的一道就是热风 热风工序是防护服产品的一个最重要的 也是比较平静的工序 就是说这是决定了一个工厂能够生产多少防护服的一个重要的工序 据了解 福建上飞制衣原本是生产户外高端服装的企业 今年春节还在国外度假的陈耿 了解到国内疫情严重 一线防护服接连告急 他立即要求企业马上下线户外服装的生产 我先通知国内 我们把一些国外高端的订单 先暂时暂缓处理 全部都下线 然后我们要做好准备 准备做前线需要的防护服 在福州市工信局等部门的协调帮助下 福建上飞组织团队对防护服进行设计打亮 并紧急召回就近的工人 投入防护服的生产中 我们全厂的流水线一天生产2000多件防护服 生产这个防护服 它的工序相比原来户外服装的是简单的多了 它就算人就不够 所以这个是我们最大最大的瓶颈问题 那当然我们还需要客服注入原材料 还有一些原材料的运输 这个也是需要很多麻烦的 但重中之中就是人员问题 就在人员紧张的同时 福建上飞又接到一线医院的需求 急缺一批防护削套 2月9号接到任务 拿到样品 陈耿就要求技术人员根据医疗专家的建议 在工艺上进一步提升 布料上采用高端防护服布料抓紧打亮 我们用的面料是高端的 平常用做衣服的面料 不是那种无纺布做的 而这样给这个医务人员以最大的保护 同时我们也建议在这个接缝处增加了这个热缝条 这样呢 导致接缝处很安全 你任何的这个一些脏东西都不会通过这个接缝渗入 那成本会增加 但是这个这时候这个一切 就是都是你这个安全第一最重要的 2月10号 经过多次调整测试和送检 首批防护靴套得到了医院专家 以及福州市卫健委的认可 在工人的努力下 2月12号 首批500双防护靴套投入了使用 陈耿说 这个速度也创下了他们企业生产的最快纪录 陈耿介绍 目前工人只到港五分之一 左右 在人员紧张的情况下 分成两个团队 生产防护服和防护靴套 时间紧任务重 令陈耿欣慰的是 所有工人都很给力 工人丝毫都没有提出任何的要求 他们也是说能够做点贡献 他们心里也很高兴 觉得这时候能够出点力气 他们也觉得是个很光荣自豪的事情 我也觉得很暖心 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 因为暂停国外订单 全力生产防护服 多多少少给企业带来了一定的经济损失 但陈耿说 他并没有统计过 因为他觉得这样做值得 那时候先不考虑钱的问题 先做出东西来再说 不管什么困难 你都难不过 前方第一线的医生护士 我们跟大家都讲这句话 这个大疫当前 每个人都有担当 我们正好有这个机会 能够为这场战役出点力气 其实内心还觉得挺自豪的 据台湾媒体报道 台流行疫情中心16号宣布 台湾新增两例新冠肺炎确诊个案 其中一人为台湾中部60多岁男性 无出境旅游史 也非已知病例密切接触者 1月27号出现咳嗽症状 2月3号就医诊断为肺炎后 15号死亡 另一例为已知个案的家人 目前 台湾新冠肺炎确诊个案达20名 另外 台湾医服会执行长王碧胜16号宣布 首批247名武汉包机返台台商台包 2月3号深夜抵台 之后仅1人确诊为新冠肺炎患者 其余246人经过14天隔离期后 将于18号上午解除隔离 当天上午60过后 将可回家 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牵动着海峡两岸同胞的心 骨肉之情催动携手抗议 共度时间的暖流 在这人命关天的当口 台湾民进党当局却大搞政治操弄 抹黑大陆 煽动仇事 借机谋独 挑动两岸关系 遭到了两岸同胞的齐声踏伐 过去的一周 台当局是怎样在疫情期间 制造出一波以疫谋独的政治病毒的 我们来看新闻综述 台湾大话网 新冠肺炎疫情肆虐之时 大陆方面即刻通报相关信息 积极回应台胞诉求 不遗余力协助运送滞留湖北台胞返乡 然而 首批台胞抵台后 台当局却翻了脸 从最开始满怀期待 到现在就已经很绝望了 因为政府已经把我们遗忘了 我只在这边困了几个月 可是我未来 我的大学 我可能就会再付出一年 在恶台胞 台生的生生期盼 却迟迟没有等到第二波的返乡包机 在恶台胞返乡包机 于5号召台陆委会喊停后 11天过去了依然停滞不前 我们自始至终 皆定是防疫优先 弱势优先的原则 希望顺利接回滞留武汉地区的台湾民众 但因为中国方面 仍旧以各种理由拖延 拒绝我方的规划和建议 对此我们感到非常的遗憾 显然 台当局的心思并没有放在那些 希望尽早回台的台胞身上 而是企图将他们作为政治人质 还将过错硬塞给大陆方面 更奇葩的是 对有关大陆配偶子女回台事宜的处理 也是朝令夕改 令人瞠目结舌 因为社会反应 这个各方面的意见 再加上现在防疫中了一切 所以我们这个政策有所调整 美其明约调整政策 实则为开放大陆配偶子女赴台 设下了三道关卡 没想到五个小时不到 台陆委会再度发出新闻稿 要求这些大陆配偶子女的父母都在台湾 不过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 12号下午 台卫生福利部门却直接打脸陆委会 撤回陆委会 2月11号 公布所有相关陆配子女回台入境管制措施 面对此次公共卫生危机 国界社会纷纷失以援手 作为骨肉同胞的台湾地区社会各界和普通民众 更迅速行动 积极声援和捐助大陆抗击疫情 民进党当局却落井下石 不断炮制谎言 大肆操弄所谓台湾加入世卫组织议题 在世界上 几乎所有国家和地区都遵循世卫组织 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以COVID-19的命名意见时 台湾当局却仍然坚持称其为武汉肺炎 对疫情大贴地域标签 赤裸裸地地域歧视秀出其道德下线 疫情肆虐之际 台当局的政客们却借机大搞政治操弄 以台行政机构负责人苏贞昌 悍然禁止岛内向大陆出口口罩为其手势 新当选的台湾地区副领导人的赖清德 以为大陆方面正全力抗击疫情无暇他顾 借机窜访美国 台立法机构负责人尤希昆 向所谓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 丽英杰提出 要美国支持台湾加入世卫组织 台美签订具有国家间协议性质的自由贸易协议 甚至公然要求所谓台美复交 其嚣张程度实在令人叹为官职 民进党当局一系列视同胞生命健康如草芥 视大陆为仇敌的举动 引发了岛内民众不满 连日来更遭到离岸舆论的齐声踏罚 好的 接下来我们来连线我的同事 东南卫视驻台新闻观察员卢强 来看看岛内媒体今天都有哪些方面的观察和报道 好的 卢强 时间交给你 好的 谢霜 昨天福建梅州妈祖祖庙 以及台中大甲真兰公为首的台湾妈祖联谊会摆座公庙 同步举行祈福活动 祈求新冠肺炎疫情早日驱除 这让冰封已久的两岸关系 透露出了来自两岸民间的暖意 正兰公副董事长郑明坤表示 台湾这块土地离大陆很近 大陆疫情如果无法受控 台湾就首当其冲 救助也是记住 不应再分你我 那他身为宗教界人是相当认同人机几机的道理 也呼吁台湾当权者 要有妈祖普世救济的心怀 两岸携手防疫才是正途 对于台当局借新冠肺炎疫情拉高两岸对立气氛 中国国民党副发言人黄新华 16号在脸书发言感叹 台湾在大陆最脆弱的时候 故意看人家好戏搞冷血 这不是台湾人应该有的善良 我们这么自私 难怪让大陆民众记恨 陆籍眷属寒心 黄新华生气表示 之前台湾给大陆人的印象是 最美的风景是人 如今看来这些都成为笑话 如今有人说岛内医护早已盲翻 或是防疫力量不足 黄新华质疑 难道20例确诊就能瘫痪 台湾的医疗体系吗 这未免也太匪夷所思 黄新华还言语说 台湾民众连酒精口罩都没有 让民众吹风日晒 戴口罩牌对买口罩 台当局还好意思要世卫组织 向台湾学习 这真是恬不知耻 施政的民进党接疫情 想冲冠加入世卫组织 傻赖抹黑朝朝用伤 不断营造所谓反中仇中的政治动员 对此新党主席郁慕明 今天在中国时报发文 明月合成是两乡 他指责民进党大搞所谓的反中仇中 那之前呢 透过民间沟通 才实现第一架湖北台商台包 包机反台 却被苏贞昌指为 不容许再有中间人居间邀功 结果大陆方面已经准备好了 第二架第三架的包机 竟遭到了民进党无限期阻挠 而有陆沛在第一架包机上 更成为理由之一 直接切割台湾人的陆沛家人 最后丢包所有滞留湖北的台湾人 这其中所谓的反中仇中的意识形态 让民进党当局口口声声的 所谓人权人道都破了功 郁慕明感叹表示 日本可以用山川异域 风月同天和中国博感情 为子孙拓展广大的中国市场 而与大陆同温同种的台湾 却在民进党的恶意操作下 走向与大陆仇恨对决的不归路 赔上子孙的未来 他犹豫着到 今天岛内的有识之士的中年逆儿 必将在不久的将来得到印证 只是这样的历史工业 又要多少代人才能偿还 好的 以上是今天我在台北的观察 把时间交还给福州切双 好的 谢谢卢强 好的 继续来看新闻 日本邮轮钻石公主号 传出新冠肺炎疫情 台籍旅客后续如何回台成为焦点 而对于回台后 要不要再隔离14天 台所为驻日代表谢长廷的说法 遭台当局打脸 针对钻石公主号台籍旅客回台问题 16号 台外事部门发出新闻稿表示 谢长廷15号发表的 有关处理钻石公主号乘客的意见或问卷 和台当局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决策并不一致 台外事部门对所造成的混淆与困扰表示歉意 台外事部门的说法 外界认为这是狠狠打脸台所为驻日代表谢长廷 因为谢长廷15号在脸书上发文表示 依检疫相关规定 如果在19号之前离开 那这些乘客回去后还是必须隔离 如果过了19号检查还是阴性 那么他们在日本就可以自由行动 达公共运输工具了 回台湾也没有再隔离的道理 这样的推论还要经过很多专家 我觉得应该尊重我们疫情指挥中心 专家科学根据的评估 防疫指挥中心这一部分要协调各部会之间 可能要再加把劲 之前的陆委会的不同调 还有这一次的驻日代表的不同调 恐怕我们可以看到一些问题 对于谢长廷的言论 蓝绿民代都在批 而在引起争议后 16号谢长廷又在脸书发文赶紧灭火 说回台乘客需不需要再隔离 属于防疫专业 还把原本的贴文给删了 而对于钻石公主号台机旅客如何回台 台当局也打算采用包机方式 基本上都还是使用是华航 那是全部的把它送回来 那当然我们会提出我们的 希望相关的一些配合 陈时中表示 台当局已经和日本方面进行沟通 目前以包机形势 接回民众的几率较大 他还强调 乘客无需符合弱势疾病优先 会全数一起接回 日前台北市通报三名居家隔离 检疫者失联事件 这让台北市长柯文哲称 再不配合就要使用电子手铐 该言论引发争议 16号对此话题 柯文哲再称 如果改说是智慧手环 大家就会接受 在湿冷的天气中才接 这段时间我都不太喜欢讲话 就是说 这个所谓新型冠状病毒 到底要怎么处理 就一个对医学比较了解的 政治人物 像我 在未来的六个月内 到底有没有疫苗 讲这讲这 柯文哲开始 有感而发 其实科学都很简单 可是你要加入政治 就变得很复杂 我们还是用一个科学务实的方法来 决定说我们这个政策要怎么做 在那之前你知道 他们要吵架就让他们去吵架 柯文哲医师性格上升 但身为市长面对25号学校开学 除了额温枪 酒精 也备妥645万片口罩 每50位教职员一盒 但这些只是备用 引发家长担心 如果连幼稚园算上去 我们大概有28万名学生 要上线 到底在班级上 该要不要戴口罩 so no 也是好用力 所以这些我们大概下礼拜 下礼拜三 台北市政府会 自己会开个会议 柯文哲必谈政治 不让自己被口水淹没 本栏目由金砖会晤用酒 扶毛叫酒赞助播出 东南卫视台海资讯节目 在今日头条和微信 都开设了官方账号 您可以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海峡新干线 在今日头条开设的官方账号 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海峡新干线微信公众号 定一时间获取更丰富的两岸资讯 好的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2018年底 他成功翻转高雄 却称绿营眼中钉 卡汗 黑汗 霸汗三剑齐发 这一次我们会彻底地将他起溃 将他驱逐出高雄市 他会是顶天立立的男子汗 你要把没放马过来 2020年初 他大选失利回防高雄 绿营乘胜追击 来势汹汹 霸汗的这个行动 主要的还是看 韩市长自己的表现 跟他的态度 本期台湾新闻脸 聚焦高雄市长韩国瑜面临的霸函危机 东南卫视2月17日晚9点20分播出 海霞卫视2月18日晚9点42分播出 敬请关注 欢迎回来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南卫视海峡五报 本栏目由广东省名牌产品海力不修钢管居民播出 感谢官方指定合作品牌小鸟电动车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继续来看新闻 据台湾媒体报道 中国国民党将在下个月进行党主席补选 但现在爆出人头党员问题 报道称 在补选登记截止后至今 党员人数异常增加2万人 引发外界关注 出席党内活动的人年纪多数偏长 明显看出国民党现况 六成有效党员是65岁以上 但诡异的是 在党主席补选登记后 党员人数异常暴增2万 党中应该能够进一步去了解 如何来吸引年轻人 这个不是只有靠外表 或者只有靠说 找几位年轻人来当花瓶 做个样子 说是谈改造 听起来更像暗讽对手 因为郝龙斌前几天 才找了几位年轻议员 担任发言人 在团队内找心血 另外关于明代傅昆其 恢复党结案 后续也引发了不少争议 郝龙斌则是明确表示支持 认同我们的力量 一起来做好在野监督的工作 所以不只是傅昆其委员 我支持他加入国民党团 甚至加入国民党 甚至将来我们要跟台湾民众党合作 对于傅昆其恢复国民党党籍 江启臣16号则是再次呼吁国民党中央 应对外说明清楚 傅昆其恢复党籍案 现在在这个程序过程中 党内有人反弹了 建议党中央可以多方的考虑跟参才 最重要的就是让这个程序可以 可以这个符合党内的一个程序 同一事件不同表态 而两人也根据自身特点 说明党主席到底是专职好 还是兼职好 兼任党魁绝对是可以思考的一个方向 过去国民党的党魁啊 也很少专职专任 重点是现在国民党需要贴近民意 所以由一个能够第一线了解民意 有民意基础的来担任党魁绝 我想这个给外界的感觉 还有宣誓是不一样的 我个人觉得专职专心 全心全意把党务工作做好 我比较适合做这件事情 因为我没有包袱 而且我现在也不会把党主席 作为任何一个其他职务的跳板 一样都是韩改革 两人要从形象和路线做出区隔 东南卫视台海资讯节目 在今日头条和微信都开设了官方账号 您可以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海峡新干线 在今日头条开设的官方账号 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海峡新干线微信公众号 定一时间获取更丰富的两岸资讯 好的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南卫视海峡五报 来看国际方面的新闻 为期三篇的第56届慕尼黑安全会议 当地时间16号 在德国南部城市慕尼黑落下帷幕 会议期间 日会嘉宾围绕会议主题西方缺失 以及当前国际热点问题展开了讨论 莫安会主席沃尔夫刚伊申格尔在闭幕致词中说 非常高兴看到各方在会议期间就西方缺失这一话题 展开深入探讨 他在谈及当前一些国际热点问题时表示 解决分歧需要互相倾听 没有倾听就会出现问题 本届慕安会于14号至16号在慕尼黑举行 吸引来自政界商界和学术界等领域 超过500名高级国际决策者参会 包括数十名国家元首和政府收闹 慕尼黑安全会议创始于1963年 前身是以跨大西洋伙伴关系为重点议题的国际防务大会 如今慕安会议发展成为国际战略和安全领域的重要年度论坛之一 是各国高级防务问题官员及专家 就国际重大安全问题阐述立场交换意见的重要平台 好的 今天的海峡五报到这里就结束了 更多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海峡新干线 今日头条号和微信公众号 我是谢霜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